最高烈烦的微笑 最继烈满的生长 它们都歌颂没回响 我天台出现人杖 穿越永远的想象 我爱落体的善良 我又我喜欢的模样 很长 她是那么的貌美 她就是一个特别认真的演员 她很有灵气 非常有灵气 这姑娘我真的从发自内心的喜欢 除去明星光环 一个最本真的热霸 让我感到敬严 真的很敬严 而且从来没讲到哭 所以你看 她是敢 从的人 让我看到了一颗 冉冉生起的行星 我们这个行业 后继有人 有了希望 我觉得她真的可以 驾驭很多类型的片子 她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 我第一次被人关注到的时候 是安德尔汉 我的第一部写的时候 我当时已经觉得 买已经足够了 我觉得 只要有一部作品 大家都看过了 因此也记住这么角色 可能这一辈子就够了 再一次去扩大繁围的 其大家认识到我 就是播完克兰连人之后 播完观众最喜爱的敌人 女演员 迪丽热巴 然后当时呢 就是觉得 很紧张的 所以就觉得 加油加油 以后也要加油 昨天 跑男的官方微博 正式公布了 迪丽热巴加盟跑男的消息 从第一期开始 就一直都在看 大家好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自己也会顺零奇迹 我真的不敢想 真的要出发了 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去年是比较难过的一段时间 他们过来帮我印象深刻的 以前很多人觉得比较娇气 他们会觉得 哎呀又是家里又一个 一个孩子 然后肯定是被宠为长大的 然后肯定吃不了苦 第一期要抓那个 我就在想 第一次 第一次要去经历这个 我千万不要感觉我很 很柔弱 我一定要很勇敢地去抓 里面不管是什么都要抓 就反正都用自己的 亲身的这种实践来证明 你们都是错的 我真的还蛮有劲的 然后还真的蛮能听的 精致的无关 独特的异域风情 底力热巴一出现 就让观众记住了 这个颇有灵气的女孩 外人觉得说 可是她是一个特性的女孩 这一路走来 我都记得自己 非常清晰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 其实信任 还是要靠自己去忠实 每天每星期每个月 都在成长 她可是一个遥不去的人 有错观众最起爱的 新年女演员 迪丽热巴 新生代最具实力演员 迪丽热巴 年度最具人籍 电视剧女演员 迪丽热巴 获得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远讲的是 迪丽热巴 我们有请迪丽热巴上台 接受荣誉 在网友的想象当中 我可以操控不切 资源呀 但是其实 但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评价 敏感 敏感 有的时候会是 一两句话语能 就很轻松地 把我的那个自信给 瓦解掉了 多虑 多虑 建设下一轮的一个权力 我觉得对我来说 真是为时已早 我觉得这是一个 当红明星 必须要付出大家 以前大家是这样劝我了 对 但是 但是最近也在努力去做自己 不管到什么年纪 你的眼神也会透露出一种沧桑感 我希望眼睛里还是会像小孩子 因为这样的人永远都会很可爱 这些年 很多工作也都是这样的 我在心里 无数字的跟自己说 为什么要来这个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但是只要 灯光打亮 或者说是站在台上那里 所以全都都表达了 这三个词评价比例 古灵精卦 敏感 锐智 风铃鱼里走过来 明天看你 我一定会加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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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在那地方 我管掉过多少度 但是也完成了自己的 一段可追命的里程 并且它还在往前进行着 人生就是这样累啊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吧 趁年轻 这个时候 就想去做一些 没有做过的事情 比如说大年车 可能也就帮你 此生努力当这一次吧 黑夜过去滴滴身上 我就是那道光 能够在 年生最神秤的时候 可以留下这些影像 就未来老去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说 27岁生命令 我帮了一个生命会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 努力 也感谢你 一直以来的坚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